《古代宗教学》 词曲方的《古代宗教学》 《古代宗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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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寻敬到一来圣光的固宝族 长成一老校长 欢迎居士 慈悲 圣经的我们不入财神的律动师长 所谓老术 所谓同学 慈悲 赵德国处学习讲 在习讲的过程中讲了不如法 不妥之处恳请在座的 所谓善知识 批评之真 请大家跟我一起围三宝 阿舍零唇念 我一起念 阿舍零唇念 我弟子210 十从今日 乃次命存 归亦佛多 两处中存 归亦道 凌予中存 归亦申请 诸中中存 阿舍零唇念 我弟子210 十从今日 乃次命存 归亦佛多 两处中存 归亦佛多 两处中存 归亦申请 诸中存 阿舍零唇念 我弟子210 十从今日 乃次命存 归亦佛多 两处中存 归亦佛多 两处中存 归亦申请 诸中存 归亦佛多 五处中 归亦四十 聖空老法师 在20012年 受到斯底兰卡 他们的总统 跟他们的教导 邀请到斯底兰卡奖金 他们的教导 还有的教导 建议 尽空老法师 每次讲经 谁要归音 在以往我们都是念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三成》 《南无上圣》身为妙法 《开经记》是五则天著的 因为 《观经》翻译圆满的时候 送给五则天 我昨天是当时的皇帝 他看了之后 非常战胆 做了一首《开经记》 以后呢 没有人做的 能够超过他 所以就一直延续下来 但是在20012年 老法师到斯里兰卡之后 他们的博士建议 老法师想想 觉得很有道理 所以就开始用这个规音诗词 每次讲经 就先三规音 然后再开始讲 这个起源 是从这个地方来的 那么现在呢 我们请先开 《地藏菩萨本愿经》第1页 我们看经文的部分 就是刚刚我们念诵的经文 因为前面10页 第1页到第10页是 诵经的仪轨 所以我们直接 进入经文的部分 《道理天公神通品》第1 本经经文的总共有13品 第1品叫做续品 在这一品经里面 释迦牟尼佛表演给我们看 他在这个世间 来这个世间 视线修学 成就之后 他就展开 讲经教学的工作 所谓的叫做 转法文度众生 师尊在这个世间 教化众生的缘分 患要终结的时候 就是会要圆满的时候 那么他 要视线 在灭度之前 特别为我们视线 报答母亲之恩 所以我们在经里看到 师尊出世之后 一个礼拜 他的母亲就过世了 所以师尊是由他的姨母 这是母亲的妹妹 在抚养长大的 那么 世间人认为 这个人 这个小孩子 克母 怎么生出来 一个礼拜 母亲就死掉了 所以一般世间人 会有这样的误位 甚至于可能就把这个小孩子 就丢掉了 不敢养 克母 其实这是世间人的想法 但是佛法里面跟我们讲 一个助母亲的人 生了一尊佛 这个佛造福人类 造福整个地球 利益众生 怎么利益呢 帮助人家 升天 做菩萨 做佛 你看这个佛法有多大 所以 母亲生了一个佛 这个福报太大了 我们人间没有这么大福报 所以他自然就生到 刀利天去想这个天福 原因是 在这个地方 因为刀利天的福报 刀利天的寿命 比我们人到大 所以自然生到那个地方 因此佛一定要到刀利天 为母亲说法 佛入魅之前 在刀利天 刀利天就是玉皇大帝 住的那一天 叫刀利天 他要入魅的前三个月 他生到刀利天 住了三个月 为母亲说法 就是说了这一部 地藏菩萨 本命经 刀利天宫 这一次的法位 非常殊胜 世尊为我们说出 地藏菩萨在过去 阴地当中 什么叫阴地呢 就是 还没有成佛这段期间 都叫做阴地 在修阴 叫做阴地 成佛之后呢 就叫做果地 所以我们现在呢 就是在阴地 那么地藏菩萨呢 在阴地的时候 度母亲的这些公安人员 很多 就是我们一般讲的故事 那么希望我们听到这个 地藏菩萨之后 你会有所感悟 有所启发 来笑 我们来 笑 来仰慕 来效法 地藏菩萨 他在阴地的时候 怎么度众生呢 来念念我们修大学 修学的基础 这个就是这一品经里面的 意趣 我们现在来看 经文的部分 看经文的部分 我们念经文要合掌 现在请大家合掌 我们念一段经文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到一天 为母说法》 这是一段 我们先念到这一段 这一段的经文 意识很深 他跟其他经典里面呢 是有一点 不太一样的 《如是我闻》 这四个字 简单来讲 就是集结经葬的时候 这个人 说的 就是阿难尊者说的 《如是我闻》 是阿难尊者说的 《如是》 就是这一部 地藏菩萨 《百月经》 是我 这个我呢 是阿难尊者 他的支撑 我亲自 听到佛所说的 不是传闻的 不是传说的 就像李长者 李同玄长者 他为华言经做了一个论 叫做华言和论 李长者在华言和论里面 他说 阿难尊者为我们 副讲这部经 字字句句 就如同佛所说的 是佛所说的 绝对 没有绝对不敢 掺杂 一诗好的一诗 自己的一诗在里面 完全是佛说的 我没有加任何一句 一字在里面 所以叫做 《如是我闻》 他说的是事实真相 叫做诸法实相 意思 实在讲这个时候是 是非常清楚的 这一部经是佛 在入内 就是在入涅槃的前三个月 上到高地天里面去讲的 但是呢 这里还是用意识好 为什么要用意识 为什么不说三个月前呢 意识里面意识比较深 有感应道教 有诗之道合的意思在里面 什么叫做诗之道合呢 就是老师想要教 学生想要听 这个音缘成熟那一唱 就叫做意识 所以我们现在在这里讲这部地藏经 我们在一起学习 也是算是意思 所以意思的意思呢 非常圆满 叫做 机缘成熟的 如果记载年月日时 那么这个法门呢 就算过去了 不会再来 所以这个意思呢 是活的 它不是死的 像过去啊 中国天台山 智子大师 他老人家呢 读 法华经的时候 不知不觉他竟然入定了 在定中呢 他看到释迦摩尼佛在印度 灵旧山 讲法华经 他还坐在那里听见 听了一会 初恋之后呢 告诉别人 释迦摩尼佛在宁旧山讲法华经 这个法华会呢 到现在 还没有散了 就如同 法华经里面所讲的叫做 世间相 常住 近代 爱因斯坦 也说过 过去 现在 未来 是同时存在的 爱因斯坦 是科学家 他也这么说 问题 现在在哪里呢 过去 跟现在 跟未来 这个时间 你要如何突破 那现在科学家知道 到过去 现在未来同时 存在 但是 没有办法 突破 如果突破了 那你就可以回到过去 你也可以 进入未来 换句话说 过去 未来 什么事情都知道 科学家知道 但是 科学家 并不知道 要用什么方法 来突破 这个佛法 突破了 佛法 用禅定的功夫 来突破 你的定功越深 突破了 面越广 我们能够体会到 智子大师的禅定功夫 可以突破2000年以上 他那个时候是在 成朝的 末代 成朝末代 是水草 阳广 做皇帝 那个突起的时候 距离我们现在 大概1400年 距离 释迦牟尼佛在印度 讲经说法 那个时候距离现在是1700年 或者是1800年左右 那么智子大师 禅定的功夫能够突破这么大的一个时段 能够看到 世尊现在 还在零九三 讲法华经 这个就是我们现代人讲的 他走入时光隧道 时光到了 他能够回到过去 也能够进入未来 这个就是证明一时 是很有味道的 一时就是一心不乱的时候 一心不乱就是禅定 那我们现在为什么没办法进入过去 也不能够 走入这个未来呢 因为我们的心散乱 我们妄想分别执着 很严重 太乱了 所以有妄想分别执着 这些把他障碍住了 这个能力撕掉了 诸位要知道 这个是我们本能 本来应该有的能力 现在没有了 撕掉了 所以佛才劝我们 要修禅定 那么经宗法门 各宗各派 他们修禅定的方法 是不同的 有的人持咒语 有人用读经 有人打坐 那经宗法门就是用 念佛的方法 念佛的方法 念到心定下来 把所有的广念 用这句阿弥陀佛代替 那你就入了禅定功夫 有这个禅定功夫之后 时间空间 在你这边已经没有了 因为你没有妄想分别执着 自然就没有时间空间 那么你就可以进入 你就可以回到过去 也可以进到未来 这个能力 我们要把它恢复 这是学佛的一个目的 所以呢 经文这里用 意识是正确的 值得我们赞叹 这是佛经典里面讲意识 这句话完全讲的是真话 我们细心去体会 你就懂得意识 你懂得意识 那么你对一切法不生不灭 对生死的恐怖 你自然就能够 去除掉 所以 不要怕死 怕死 也会死 问题是 你要死去哪里 这个是大问题 生死跟死生不一样 生死这辈子 这一期做人的 这一段过去了 死了 那另外一个阶段要开始 你要死去哪里 那么有十法界 十法界最高 佛法界 菩萨 圆觉 生闻 天道 人道 修罗 畜生 恶鬼 畜生 有十法界 十法界就是 十条路 这十条路 我们要怎么选择 决定 决定诠释在你自己 你要选择 祝佛 那你就要念阿弥陀佛 到今的世界 我们现在的能力跟现 只能念阿弥陀佛 其他的我们没有办法修 不是说没有办法修 修 不能够成功 我们现在 心善闻 杂世一大堆 妄想一大堆 很难 修其他法门 你不成功 虽然说法门平等 没有高下 但事实上是我们的根性 没有办法 那你要去佛法界 你就要念佛 因为阿弥陀佛 发四十八愿 他四十八愿里面发愿 要来 接领我们 你只要 相信 你只要 发愿 你只要肯念佛 三个条件 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真的 如果你要做菩萨 那你就念菩萨 如果你要升天 那么你必须要修 五戒 十善 四五亮星 这是升天的条件 那么做人 五戒十善 跟天道标准不太一样 人道 你修八十分 就可以再来做人 天道的话 那五戒十善 四加上四五亮星 要修满分 才能升天 天道还分 分了很多 那我们一般的 你要升到四天王天 升到道立天 与我纳闭那边的话 你修五戒十善 四五亮星 100分 满分可以到 但是你要再往上面就不行了 往上面你要修定 要定功 因为往上面是夜摩天以上 他是在 空中 他不是在地面上 你没有定功的话 你会摔下来 所以 道立天 以上的 都要加上定功 才有办法升上去 那么 如果你贪嗔痴 那将来就是到 恶鬼 地狱 畜生 那么这十法界 都由我们的心来决定 那你的心要摆在哪里 这个是关键 这个是要自己去选择的 所以呢 已经分析出来了 再笨的人 我要选择去基督世界 谁要去逼合我的畜生 所以这些 就是关系到 我们明白之后 你要懂得照顾好你的心 不要让他偏着 那么意思 在此地 要是把它落实在 事项上来讲 那就是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成熟的 机缘成熟的 这个叫做意识 这种说法非常圆满 一切经都用这个字样 所以佛说 这一部经的因缘成熟的 那么这一次的因缘 特别的 殊胜 讲经的 触手 佛讲 地藏经的触手 也非常稀有 这一部经在哪边讲的呢 不在人间 在 刀利天 不是在别的地方 在 刀利天 就是 玉王大帝 邀请 释迦牟尼佛 到刀利天 讲这一部 地藏 菩萨 本愿经 那么 佛是 主成就 就是这个法会当中的 主讲人 本身 释迦牟尼佛 在 这个在呢 在这里用得非常好 特别是用在思想上来讲 说在这个话是真的 说你住 那是假的 你怎么住呢 今天搬到这里 明天搬到那里 那么 这哪里在住呢 只能够说 我今天这个生理 现在在哪里 这个意思就对了 今天在台湾 今天在大陆 后天在泰国 这个叫做在 在是 没有固定的 处 是定下来 佛在 我们实在 也是在 这个在 今天的在 在南圣宫 这个道场里面 晚上 就在家里 晚上 像我晚上 就到台中 赤光读书馆 华丹 明天下午在赤光读书馆 讲 无量寿经 进度大经科诸 是无量寿经里面 比较深的一步 这个要有相当基础 才有办法理解 明天在赤光 后天 到南部去看一个朋友 一个同学 以前相当照顾我 他现在 有病了 所以我去看他 后天在 台南 下午就在 新竹 所以 没有固定 就是身体在哪里 这个用在 佛在 我们实在也是在 住 就是在这里不动 这个叫住 常常移动 这个叫做在 佛法里面讲住 这个住是什么意思呢 心 心安住 比如说我现在听经 我心要安住 在这个地方 你不能 人在这边 那人 是想要跑到别的地方去了 想东 想西 那就不是住 那么住 那么住呢 就是在那里不动 常常移动的 叫做在 佛法里面讲住 住是安住 心要安住在哪里呢 心要安住在 正确的 觉悟上面 不能邪之邪见 我心 要安住在正直正间 比如说我们现在听经 外面在敲锣打鼓 你的心在哪里 你心要住在这个地方 那叫做一心 那如果你心要跑到外面去的话 那就在 就不是住了 所以永远不能够离开 叫做住 身体常常移动的 就叫做在 这是从事项上来讲的 叫做在 那么佛这一次在哪里呢 在刀立天 刀立天呢 是御界的第2成天 御界总共有6成天 从我们人到上去就是四天皇天 再上去就是刀立天 御皇大帝 住在刀立天 再上去叫 叶摩天 再上去的话 就叫做都帅天 弥勒菩萨 现在住在都帅天 都帅天上去 就是 华乐天 再上去 遇见了 最高的第6成天 叫做他 他 智赛天 那么刀立天是御界第2成天 世间人都知道有天道有天神 我们对天神都很恭敬 外国人称他为 上帝 我们中国人能称为 御皇大帝 那么佛法里面叫做 刀立天 刀立天王 那么大概都是属于刀立天主 不知道呢 还有其他天 不知道其他的 那么佛告诉我们 苏婆世界 有28成天 总共有28成天 是从直的来算有28成天 从恒的来算 那就五六五边 那么以道立天 欲王大帝 住的那一天来讲 恒的部分 有33天 33天怎么算 东 东边 八天 西边八天 南边八天 北边八天 加上中间 中央政府 就是道立天主 住的地方 那么总共 33天 所以我们以前小时候 乡下的先长辈 他们说 你讲话 你讲了33天八天 以前都听到这句话 觉得莫名其妙 哪有33天 现在知道了 真的有33天 那么天界 认真讲 还是五六五边 很多的讲不完 每成天的数量都五六五边 那么天界 游向 往上算 有28层天 分为三界 这三界叫做 欲界 色界 无色界 所谓欲界呢 就是说 他还有欲望 他还有 夫妻的欲望 还有 饮食的欲望 这个没有断料 叫做 欲界 但是欲往上面 天界越上面 他会对这个 饮食跟欲望 会越淡脱 到色界天 这个欲望完全没有了 财 色 明 食 睡 色界天人 没有了 色界天人 他们不需要 吃东西 他们也不需要 睡眠 所以他们永远都是 清醒的 不需要饮食 他是 以禅月为食 因为他都在禅令当中 在禅令当中 是不需要 吃东西的 但是 他还有这个身体 有色身 到无色这天 这是六道里面 最高级的凡夫 他连这个身体 都不要 佛法还没有 从到中国来之前 我们中国 有一个 很有智慧的人 就是老子 老子呢 他告诉人家 我有大患 我有身体 我最大的优患 就是我有这个身体 有这个身体呢 就是一种没罪 是一个麻烦的东西 身体是一个麻烦 所以 你认真去想一想 我们从早 眼睛睁开 一直到晚上 都是为这个身体在忙 整天都为他忙 为他工作 为他赚钱 怕他没地方做 要有房子 怕他走路辛苦 还有车子 还要吃三餐 还加两餐点心 整天都为这个身体在忙 那么老子 比我们聪明 比我们智慧 他知道 这个身体是得罪 是一个麻烦的东西 所以老子 他不要这个身体 所以老子有可能升到 无色界天去 那么因为他讨厌身体 讨厌这个色相 无色界天 这个色相 没有了 没有身体的 我们一般常讲的 他是灵界 无色界天 我们一般讲 叫做灵界 大概就是称无色界天 这里面是最自在的 连色相 连身体都不要了 这是大分 就是天界里面的 氛围 三界有二十八成天 这是释迦摩尼佛教化的范围 有这么广泛 这么大的一个范围 那么释迦摩尼佛有没有生死呢 没有了 他是来这个世间 他是叫做 硬化身 就是众生有感 大家需要释迦摩尼佛来教他 来教我们 释迦摩尼佛是感应来的 他来硬化 他到这个世间来出现 以硬生出现 我们看他好像有生有死 即使他内了 他入涅槃之后 他到别的星球去 去实现 去教化众生 这是得到的 大自在 显示 大自在 那么佛告诉 我们这个生有很多的说法 花园经讲了十种生 那十种把它归纳为三种 三种展开就是十种 十种归纳就是三种 第1种叫做法身 法身是我们的真身 是本体 就是说 所有一切人 一切事 一切物 的身体 都是从法身里面生起的 那么父母是什么呢 父母是缘 他生我们的一个缘 真正的因是法身 父母是缘 才有这个身体 所以他是最基本的一个身 能够生一切万法 你看得到的一切人 一切事 一切物 通通都是法身 现出来的 法身 探现我们的身像 探过 现国土的像 三个大地 一切身像 我们看得到的 全部 都是法身 现的 包括 作与本灯 房子 花草 树木 三个大地 它的根源 就是从法身 现的 第二种叫做自身 我们也叫做报身 报身是 智慧之身 就是他该智慧了 他智慧现前了 对于说人生一切万事万人 无所不知 无所不难 这是讲的报身 第三种叫做硬化身 硬化身实在讲有两个意思 一个是硬身 一个是化身 硬身是水内化身 硬以什么身得度 他就现什么身 所以佛到人间来 到任何一道来 他没有障碍 他自由自在 他想来就来 想走随时可以走 这是硬身来的 硬身 视线的时间蛮长 跟我们一样 有父母所生 有生老病死 有一段的时间 这是硬身 那什么叫做化身呢 化身 皇帝祖劳居士 在静修节要报恩坛里面说一个故事 佛家里面讲的叫做公安 福建有一个出家人 在古台山 遇到了文书菩萨 但是他自己 并不知道 他前程 朝山 从古台山的山下 三步一拜 拜到古台山 在半路上 他看到有一个金刚洞 他看到金刚洞 三个是很喜欢 他就进去了 进去之后 里面看到是一个很大规模的寺院 里面 有好几百个出家人 出家人里面也有达妈 他跟文书菩萨见了面 但是他并不知道 这个人就是文书菩萨 因为文书菩萨 实现一个老人 一个老和尚 跟他见面 因为这个福建的出家人 这么虔诚 从古台山的山下 三步一拜 拜到 山上 这么虔诚 所以拜得很虔诚 拜到清净西县 清净西县前 就看到 文书菩萨 文书菩萨跟他讲很多话 讲完到当晚的时候 他就到 离开这个金刚洞 就到了附近 一个地方 看到一个居士的家里面 去那边的破坑 他就问这个居士 你们五台山 有多少人 他说我们五台山 没有多少人 大概 里面有几百个人 因为很多人都到五台山 来要打切生栽 但是我们怎么 怎么凑 都凑不到一千个人 他说不对 我刚刚在一个金刚洞里面看到七八百个出家众怎么会没有 怎么会凑不起 一个说有 一个说没有 两个人就争论 一直争论 就吵起来了 那么也有另外一个在这个居士家挂单的一个出家人 他就跟他讲 你会不会看到文书菩萨 那么福建这个出家人听了之后 他恍然大悟 他说 他听了之后就痛不流涕 因为他朝五台山最主要目的是要看文书菩萨 希望能够见到文书菩萨 其实他跟他见面 但是他并不知道 他是文书菩萨 那么这个 出家众听到这个画廊再去找 找这个金刚洞 已经不到 找不到 因为空间不一样 他进入了空间不一样 我们现在是 人的空间 他进到 菩萨空间去了 当他有着相 想要见文书菩萨 你想要见这个左相 他自然就不见了 那么这个文书菩萨 他就是用化身 化身时间长短不一样 要看缘分 所以呢 这个有有这个 应生应化身 有化身有应生 他佛菩萨 他能够 来去制 我不像我们凡夫 我们凡夫是叫做 夜报身 夜报身就是 一点自由都没有 完全受到 业力在控制 如果说 受到业力控制 的话 大家不容易懂 我们换句话来讲 受到 命运的控制 受到命运的支配 这个大家好 懂 所谓的 万般 皆是命 半点 不由人 这个是非常古的 完全受到命运 在掌控 那我们要问了 命是什么呢 命就是 夜报 过去你造善业 这一生会感得善报 过去造恶业 我们这一生 感到的 感召来的是不善业 种种不独立的事情很多 所以 人一生 一切的受用 一切的受用 比如说我今生来这个世间 我的 有几个小孩子 我的 社会地位有多高 我的房子土地有多少 事业做得多大 我的存款有多少 我的车子几台 我的家庭状况 夫妻家庭 是不是和谐 我的身体健康 我的身体健康状况 这种种都是 我们造来的 造善业 感召来的 就是好的缘分 造恶业 跟人家感 结了恶业 有恩怨 就一天吵吵闹闹闹 跟小孩子吵闹 夫妻吵架 跟长辈吵架 这个全部都是 造来的 所谓的业与所谓的 业一种 莫非前丁 一点一丁都是 前生造的 所谓 御之前事因 今生 说者事 你要知道我前辈子造了什么业 那么你今生所受到的 无论善的 好的果报 不好的果报 就是前事造的 欲之来事果 今生造的事 今天做的事 我要知道我来事好不好 你现在 在修音 从这个理论当中 我们就知道 点点滴滴 都是自己造的 我们造善业 造不善业 它会有一种力量 所以 叫做业力 那么这个业力呢 他自然会引导你 他有一个力量 他会引导你 受这个 好的果报 不好的果报 所以 种种的 种种啊 一些种种都是 我们自己 前辈子造来的 因此我们人 不能够怨天尤人 这些都是自作 自受 我们完全受到业力 在控制 可是佛菩萨 到我们这个世界来 他也来投胎 他来视线 他也视线死亡 但是人家生死自在 他不是业力 佛菩萨来世间是 愿力来的 跟我们不一样 愿力来的 他想要在这个世界 过什么样的生活 他就过什么生活 想多住几年 就流几年 他生死自在了 什么时候想走 想到哪里去 他都很清楚 我们将来到哪里去 我们都不清楚 佛菩萨知道 他很清楚 明明白白的来去自如 那个叫做愿力受生 他的愿力 不是愿力来的 我们要明白 然后才想到我们学佛应该怎么学 如何把我们的业力 来转变为愿力 诸佛菩萨的本事 就在这个地方 所以佛菩萨他能转 我们也能够转 从哪里转 从我们的心转起 心转的 身体自然就转变 如果说你从身体转 心不转 那个是没有用的 怎么转 都不像 一定要从心来转 那么心就讲就住了 你要住在哪里 你要让你的心住在哪个地方 黄金讲的 菩萨有十住 这个讲的住了 菩萨那是心住 不是身住 心住在哪里 佛住有佛住 有菩萨住 这个就对了 可是我们现代人不一样 我们现在人呢 心暗住在什么地方呢 你看 每天看报纸 看所有邻居 看看我们家里的人 你看看 现代人 心住在哪里 都暗住在 贪 撑 吃 慢 乙 上面 心暗住在 沙僧 偷盗 邪淫 妄语 两舌恶口 攀针吃 上面 这个果报 将乃在 山土 就是地狱 恶鬼出生 很快会去 所以他不是佛住 他不是住在佛 佛是觉悟吗 他也不是菩萨住 他也不是天住 也不是人住 他是畜生住 鬼住 地狱住 很快就会去 非常可怕 那么 新南 住在 他他们对象是很多 没有说 他 他 是看 他 他 所以什么 不是 他 的对象 太多了 有的人 他 佛法 他 一大堆 甚至 有些出家人 特别 喜欢 佛像 也有 很多 居士 很 喜欢 来收集佛像 各式各样的佛罗撒的像 把他当成艺术品 进宫老法师 他就遇到一个 早前在美国 旧金山 有一个法师 他就精通这一行 好像 珠宝山一样 他试过 这个佛像的材质 是宝石做的 还是金做的 是几成金 日本的九九金 还是什么金做的 他都知道 内行 像讲 如同一样 老法师 在旧金山 那个地方 假经 他的天经 很关系 讲完之后 就邀请 老法师到他的 金社去看 参观 佛像 他的佛像 他把所有佛像 关在一间房间里面 比老法师的摄影棚还大 里面供养 两三百尊的 佛像 那么 他这个佛像 把它当作宝贝 也不轻易 给人看 那个方面 锁了好几道的锁 老法师去参观一下 心里想这个法师有麻烦的 什么麻烦呢 死了东西 死了之后 对这些东西 放不下 他放不下很麻烦 怎么办呢 会变成老鼠 变脏 变蚂蚁 因为执手这些佛像 就在那边 绕来绕去 那么他留恋这个地方 他走不掉 金刚经上讲话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他会讲 他也知道 但是做不到 我们了解这个事实之后 千万不要收藏这些东西 美得 自己的一天到晚 提心 吊胆的 害怕人家来偷 害怕人家来抢 一天到晚提心 吊胆 说那个房门 都锁了好 有几道的锁 收集这些 佛菩萨的像 不给人家去礼拜 不给人家供养 把他锁在一个房子里面 这些佛像 好像在做煎熬 一样 他是老头 他是监狱里面的 管 管理员一样 这都是罪过 那我们要问 佛像的功德在哪里 佛像的功德 爱的人越多 功德越大 像我们在楼上 佛像的硕那么专门 那么大 公给大家看 这个功德就无量 不要说美的 光说这样 功德就无量了 你怎么可以把它说起来呢 可是老板是说 这些话 我们不能讲 不能讲 讲了会得罪人 那么我好像请你来参观 给你很大的面子 这个法师的年纪跟 进宫老法师 差不多 进宫老法师去年 他是2022年走的 他活到96岁 那么这个法师跟老法师年龄 差不多 大概走的 还有一些人喜欢经书的 收藏 现装的 古本的 这些经本 这个老法师也非常喜欢经书 可是他很明白 这个东西要放下 不放下 会怎么样 会在经书里面 长柱种 喜欢 拎不开 长柱种 这问题 很严重 所以老法师的方式就是看到好书 现装 书了古本的 他马上拿去 有钱的时候他马上拿去 翻译 翻译出来 这些古本呢 就送到佛陀 教育基金会里面 去当底本 就是要印经的时候当底本 自己不收藏这些东西 自己对 所用的东西都不用原本 都用复制品 复制品便宜 放下 比较容易 不要这个舍不得 那个舍不得 舍不得的地方 你将来就会在那个地方 直属嘛 所以他要复制品 容易放下 那么 我们 把心不能放在 摊成枝 要把心 锁一下 我们把心安住在念佛上面 这个比较容易学习 我们心里要念佛 因为我们不念佛 一定在造业 造了业 后面的果报 我们要去受 叫做自作自受 所以我们心尽量安住在 阿弥陀佛那边 像我半月起来 第一句阿弥陀佛就提起来 到洗手间 我们就不念出声音 这是尊重 我们念在心里 不管你大声念 小声念 或者心里默念都可以 那么念佛是因 成佛之果 我们念佛 将来在佛法界里面 这实在是 无比殊胜的 这个稀有音乐 那么这是讲 在 跟住 这两个字的意思 今天佛在 道立天 在道立天做什么呢 为母说法 要依照 然后正念阿含经里面所说的 这次法会 是在第 第四天王 就是道立天主 也就是玉皇大帝 他邀请佛 去讲经的 那么道立天主很聪明 很有智慧 他说的过去 每一尊佛 他呢 都要报答 母亲的人 一定会到 道立天 为母亲 说法 世尊成佛之后 当然也不例外 那世尊受到 道立天王的邀请 道立天呢 这次开这个法会 这个音缘 故事也是 很长 但是如果要讲故事的话 就会担任到 讲经 但是呢 我们也不能 不把他来龙去脉 讲出来 他的母亲叫做 摩耶夫人 摩耶夫人也是 大全四宪 什么叫做大全四宪呢 就是说他是佛菩萨在来的 但是他来表演 他这次来当 当佛的母亲 他是来表演 一般一尊佛 要来 视线做佛 会有 千佛 一起来 那么这些千佛 他扮演在社会里面 干扮演了各式各样的人 有扮演 外道的 别的宗教的 扮演 扮演国务网 扮演什么 市场 什么各方面的人 都有 他们 来 最主要 都是帮助众生 觉悟的 所以 哪一个人做佛 他们不会基督 他不像我们反复 谁做主的话 那别人看了就 不以为来 我们反复会基督 佛菩萨不会 因为佛菩萨心态 都是要帮助众生 所以不管扮演哪一个角色 他们都扮演很好 这个都是属于大权四限 那么大权四限 这个 我们 每一个人在阴地上发的愿不一样 摩耶夫人 过去他发愿 他愿意生生世世 要做佛的母亲 所以要做人 他发过这个愿 而且他生生世世 愿意作为一个名字 这是过去 所发的愿 那个人发的愿不同 所以他的儿子是否 母亲福报就大了 这个是表演一个样子 给我们看 那么最大的福报 如果完全是依靠 依靠福报的 可以最高可以升到到那边 我们在世间的修复 不管你修多大 依靠福报的 在天界只能到到一天而已 再上去没有办法 夜摩天以上都 就不行了 所以你看佛门里面讲到超度佛事 像良黄宝参 非常殊胜 良黄就是良武帝 所以叫做良 良黄参 良武帝邀请保治公 为他的夫人 为他的妃子 做超度的佛事 所以叫做良黄宝参 因为他的妃子在世的时候 造了很多业 尤其嫉妒障碍 这个业造的很重 所以他的妃子 做大王时 他来找良武帝帮忙 因为良武帝他在佛教里面修了蛮大的福报 在他做皇帝的位置上里面盖了四百六十几座的 寺院 四百六十几座 帮助四十万的人 超过四十万的人出家 所以他的妃子做大王时 他就来找他帮忙 良武帝邀请保治公 来主法 那保治公是谁呢 保治公是 观世音菩萨化身来的 你看 不得了 这个法会 是由 观世音菩萨来主持 这个法会的 主持这个超度佛事 但是 只能把他的妃子 超度到 高丽天 再上去 也没有办法 观世音菩萨也 也没办法 所以是不是要明白 中国人来主持超度 顶多能够把这个人超度到 高丽天 再往上去 叶摩天以上 都要靠你自己 修行功 也就是说 要有定功 所以我们明白这个 事实真相之后 在有生之年 我们要认真地学习 修行 你不修行 你靠别人帮你超度 你少 善有本事的人 也只能够超度到 高丽天而已 这个就是 所谓的 公修 公德 佛修 佛德 不修 雇德 别人修的 我们得不到 所谓的 父子上三 各自努力 所以如果从佛师 你请来的是一个凡夫主持 主持这场佛师的话 那个功德非常不弱 那么只能说 做比不做好 有什么效果呢 很难讲 要看 当时的大众 还有包括这个主持 佛师的法师 他的功力到哪里 你要到哪里去找佛不萨 你要到哪里去找一个高僧大德 来主持这个 法师呢 太难了 所以靠我们自己 比较好 比较土大 也只能我们懂得这个道理之后 然后我们才知道 要把握 时间 一寸光阴 一寸一寸 一寸一寸 都慢慢过去 慢慢过去 不知不觉 年纪大了 年纪大了 看经书 也不能集中 我们的脑筋也不太多集中 像我们现在看经文有时候还会跳航呢 就是说你学佛 要趁年轻 不要说老一点 没关系 小孩子 结婚 长大了 我那个时候才有空 你有空 你身体不能做主 你的眼睛也不能做主 你念也念得不好 你会结结巴巴 你看我们讲经也是 都会结结巴巴的 这就是退化的这种现象出来 所以学习真的是要 称掌 刀利天宫 你看看祝佛的母亲有这么大的福报 也只能升到刀利天 这个是欲界第二成天 刀利天以上的都需要定功 需要清净心 清净心 成就 这个真实的功德 可是 问题在哪里呢 那个功德很小 很薄 为什么小呢 因为 他的欲望没有断掉 他的念头 欲望的念头没有断掉 他有定功的话 欲望没有断掉 还有定功的话 那你就会升到欲界上面四成天 叶魔天 多帅天 化乐天 他化十三天 这个是加上定功才有办法 如果你没有定功光修福 你修十善业道 十善业道也不容易修了 我念给你听 你就知道你做得到做不到 不杀身不偷盗 不邪义 不妄语 不两舌 不恶狗 不齐语 不贪 不撑 不吃 这十条 要做到半分 所以相当不容易 那如果你光靠修福 你没有修定的话 修点佛的话 还有布施词戒的话 你可能到 道理天 到四天 王天 就是欲界第一层 第二层 如果你加上定功 那你就可以到 叶摩天 多率天 化乐天 他化自在天 这个天上一层比一层 福到大 一层比一层 寿命长 真的在天界 享福无尽 所以天界也很诱惑人 但是 诸位要知道一点 天界的寿命在场 福报再大 还是有 敬的时候 享敬的一天 那福报享敬怎么办 你以前造的恶业 他就会陷阱 这个恶的福报就会陷阱 所以呢 你当你家里有事情发生 你就知道你福报比恶业 薄 所以你的 你的恶业才会陷阱 我们现在还蛮不意的 那代表你 过去今生有休闲 福 福报还蛮大的 这个福报把你 保护住 但是我们一直用 总是 为何用来 因此呢 我们就 不断要做 能够做 我们尽量做 尽量做 所以 想敬之后呢 恶报会陷阱 这一定要知道这个道理 因此 生天不是旧间法 总不如念佛 求生极乐世界 到极乐世界 你就得到 五亮寿 那么换句话说 永远不生不死 不但遇这天 不能比 社这天 无社这天 都不能够跟极乐世界比 所以一切诸佛 赞叹 阿弥陀佛 赞叹极乐世界 道理就在此地 那这一句经文 为母说法 虽然这个法会呢 是第四天 欲望大帝来 提醒的 但是他的意思很深 第1个呢 为了避免 我们世间人 有些人对佛法的误会 认为 学佛之后 尤其是 发先出家 发先出家之后 好像 好像从此之后 不再照顾父母的 所以世间人 很多人 会骂我们出家人 不孝 尤其是 这个中国人所谓的 不孝友善 无后悔大 父母靠你 传宗接代 你出家 传宗接代 就断掉了 怎么能够对得起 跟祖先 那 世间人 不懂得出家 是大孝 怎么大孝 第1个意思 第2个意思 给我们做摩量 给学佛的 世仲弟子 世仲弟子 就是 在家出家 在家男众 在家女众 出家男众 出家女众 来启发 他们的 孝师 让他们真正 具体味道 记忆三佛里面 讲的孝亲 尊师 那在佛门里面 即使是出家 你出家了之后 也不能够 是 父母与不顾 尤其是 父母只生了一个 那你出家的话 你父母不顾 那谁来顾呢 都可以的 没有这个道理 可是 孝养的形式 跟在家人 校养形式 是不一样的 出家之后 认真修学 依照佛的教诲 依照奉行 以此功德来回乡 给父母 父母能够得到 冥冥当中 诸佛的复念 善神保佑 这才是真相 世仲人孝顺 父母现在 都请紧了 外导 来照顾 佛弟子 那是让 天龙 善神 去照顾父母 比你请的这个佣人 照顾的 还要周到 可是如果你没有真正修持 那么天龙 鬼神 善神 他也瞧不起你 他也 不会帮助你 保佑你 如果你真正修行 有道 有德 自然会感动 天神主动 去帮助你 你也不要去求他 你也不必 去通知他 自然会去照顾 为什么呢 因为 这是天龙 善神 他尊敬你的修行 他也尊敬你的父母 有这个意思在 那么以上的这一段呢 我们就报告到这个地方 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 简单经文 简单经文 问信世尊 到这个地方是一段 这一段经文呢 是本经的发起序 就是说 本经 为什么会说本经 为什么说这一部经 他发起的因缘 本经总共是三品 一品就是序分 这个品笔就是 道地天空神通秉敌 实际上这一品是本经的序分 那么序分的意思呢 非常的周圆里面有六种成就 经文第一句 如是 这个是 圣的 信成就 如是就是如实 讲的是诸法实相 所以他是 信成就 我闻是闻成就 一时 是时间成就 佛是主成就 就是这一部经的主讲人 主成就 在道地天 这是讲经的触手 叫做触手成就 这一部经在道地天讲的 十方五量世界不可说 不可说一见诸佛 其大度上摩杀 皆来其位 这一段的经文叫做 听众成就 众成就 所以本经六种成就 具足了 六种成就 最主要的目的 是要证明 这一部经 确实是 释迦牟尼佛讲的 六种成就 最主要是证明 这是 续分里面的正信区 从这一段以下 是本经的发起区 在发起区里面 非常明显 告诉我们 汤里面 含着 叫 李 行我 像这个地方 那我们要特别注意 要怎么 去学习 佛书法呢 他一定会把果报 展示 出来 一整果报 我们会生起这个信心 然后再跟你解释 果报怎么形成的 我们要怎么修 再给你修 说修音 要修什么音 才会得到这个果报 那你就会认真的听 你就会想要知道 怎么修 这是书法的 这个善巧方面 我们要懂得 所以佛 在这里讲果音 他不说英语 讲果音 那么这一段一开 开头展示什么呢 就是教你来看这些大众 参加这个法会的大众 这是果 这是人 人是果人 佛修行的这个果报 感动 这么多人 来参加这个 集会 因此佛在讲经之前 他一定会现出种种的瑞相来 现出种种的光明 这个瑞相是理 文书菩萨见到这个现象 他申请了疑问来请教世尊 那么世尊一一跟他回答 这个叫做 这个叫做教 所以在续问里面 我们看到教底行果 这个集会是一种果报 就像环境一开端 还没有讲经之前 先把 毗鲁正乱佛 他的果报 展示出来 医正庄严 依报 就是 成佛之后 他生物环境 是什么样子 那么正报 就是成佛之后 他这个身体 他有什么功能 他是什么样子的 叫做 依报 医正庄严 就像华言经一开端 没有讲经之前 讲这个 毗鲁正乱佛 把果报 摆出来给你看 这个地方呈现的是不可思议 你们在哪一部经 看到 这种经 没有 和时 就是佛生到高利天 为母亲说法的时候 十方五样世界 不可说 不可说 一切诸佛 你在哪一部经里面 看到 佛讲经 一切诸佛 多乃天经 没有看过 那么 佛讲 华言经 也没有这种场面 佛讲 无量寿经 也没有看到这种场面 地藏经 无比的稀有 我们不能够 含糊 笼 就看过去 通常讲的 一佛出世 前佛来有物 那么那是诸佛 他化现了 化现身文 圆觉菩萨 来帮助佛 弘法立身 但是这个地方不是的 不是佛化现 是佛身 佛本身 亲自来的 世间文佛今天讲 地藏间 所有一切诸佛 都来参加 来听讲 那么人数 有多少呢 叫做 无量世界 不可说 不可说 一切诸佛 及大菩萨 摩萨 人数 说不出来 也算不出来 而这个大菩萨 摩萨 是诸佛 带来的 是跟着佛一起 随佛来的 一切诸佛不可说 不可说 佛都不可说 说不出来 那菩萨 更多 接来几会 所以这段经文 虽然短短的 我们不能 含 我们不能把它看过了 我们仔细想一想 世尊医生 49年所讲的经 讲经的 300余会 没有余会 像这么殊胜的 那我们要问 一切诸佛大菩萨 他们为什么要来参加 释迦牟尼佛讲 这个 地藏经 他最主要原因 就是 没有一尊佛 不报答 母亲的恩 这是最主要的 今天释迦牟尼佛不是讲 别的经 不是讲别的法 是讲 地藏法门 地藏法门 苏名一切诸天 一大币而生 一大币而起 这是根本 但地藏菩萨 地藏经是代表什么法门 代表孝千尊师 所以说孝千尊师之法 一切诸佛一定要人参加 来当 影响众 因为 一切诸佛 都是孝顺父 都是尊敬老师的 这个表反意识 太深了 道立天主就是欲王大帝 在这个法会当中 他当功德主 他福报修得太大了 他请佛到道立天来讲地藏经 这个福 修得太大了 所以 请 请讲经的福报 非常大 大到 你想象不到 你绝对想象不到的 那我们这一次的 聚会 是由我们南圣公 来邀请的 所以这次功德 是南圣公的 这些所有指示人员 那么我们虽然不是邀请单位 但是 我们来听见 我们来做医工 我们看看哪边需要帮忙 我们来做 我们发心 跟南圣公的这些指示人员是一样的 那么你得的福报 也是一样的 发心一样 像我们 无论财神的 雷董事长 他就发心来露营 他来露营 他把他拖到 Youtube上 被影响了很多人 所以这个功德 是一样的 发的心 都是同样的 你就得到同样的功德 所以这些诸佛如来都到齐了 一尊都不露 无比的稀有难逢 那么这些诸佛来做什么呢 来提倡孝道 跟佛一见面 就赞叹释迦牟尼佛 赞叹此义 也是赞叹 圆满到极处的 诸佛赞叹释迦牟尼佛能与五着恶事 现不可思议大智慧神通之地 调补刚强众生 知古要法 这个话呢 不容易说出来 若不是诸佛如来 亲口来寻收 连佛上都说不出来 为什么呢 因为你没有入这个境界 你是说不出来的 那么释迦牟尼佛出现了 是在哪一个时代呢 他出上这个时代叫做 五着恶事 我们看现在的社会 可以说五着恶事 可以说呢 每个人都感触到 这个社会 为什么这几年 变了这么多 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不知不觉就变成这么乱 在五十年前 一百年前 说五着恶事 那是要一些大智慧的人 他才能够感觉出来 那么一般人感觉不到 觉得这时间还挺不错的 还好 我生活蛮快乐的 哪里有什么什么着恶 他感觉不出来 又有智慧的人 他才能够体会得到 着恶就是污染 半个世纪之前 我们没有听说 什么说的环保 可见得那个时候 污染不是很严重 那么等到提出 环境要保护 换句话说污染已经严重到 让人家受不了了 全世界每一个地方的政府都在提倡 也就是说 着恶到了急促了 相当严重的状态 才有这个名词出现 五是五大类 五大类严重的污染 佛经里面讲的叫做 五着恶事 五着第一个 就是结着 结就是讲时间 那我们现在讲的年头不对了 这是时间因缘上来讲的 实在讲 时间哪有什么污染 这个意思就是说明一个 严重污染的时代 就是这个意思 而实在讲 讲到污染 是后面四种 后面四种 第一种叫做见着 见就是见解 见解 思想 错误了 叫做见识烦恼 佛家讲的 邪知邪见 对宇宙人生的 这个真相 他看错了 就是见解上的污染 现在讲的 我们现在讲的时间 不正确 这个之间不正确 严重污染 见的烦恼 总共有五种 佛经上里面讲的 第1个 深见 深见是污染 边见 边见就是对立 我们跟人家对立 我们看法跟你的看法不一样 对立 还有 戒取见 戒取见 跟邪见 这是戒烦恼 他看错了 知见错误了 知见怎么错误呢 五十万人 凡是修道的人 在印度 普遍 他们都是 修禅令的 他们在 定中里面 看到 女龙升天 看到鸡升天 那么 死了升天 他在定中看到的 他不是人 人这样子看到 是在定中看到的 死了升天 还能在定中看到 于是他就会想 牛会升天 鸡也升天 可是人竟然 都到三二道去了 那么他看到 怎么样 他也学牛 学牛吃草 耕田 学牛修苦行 这个叫做 持牛戒 持鸡戒 他看错了 他不知道牛 为什么会升天 他有升天的因 机能 持鸡戒 他看错了 不是说做牛 这一生 他能够 修了什么善事 不可能 因为畜生 都是在受毒荒 那么做牛 哪里能够修 什么好的事情 修善事 他看错了 他不知道 这一只牛 在做人的时候 他有修 五戒十善 修善品的 五戒十善 那为什么 他修善品 五戒十善 为什么会 度到牛身去呢 因为在 冥命中的时候 他一个念头起来 于是念头起来 听 骗 不听 劝 于是念头起来 他就度到 畜生道 畜生道 这个罪 受满之后 前世做人的时候 修了五戒十善 这个因 其现行 是 这个因 来升天的 不是说 做牛 吃草 耕天 修苦 能够升天 不是这里的因 他倒出了 牛死到御戒天 去的变成天人 鸡死的变成天人 有些人认为说 我们来学鸡 学鸟 将来可以升天 这个叫做因 上的错误 叫做戒取见 这不是升天主要的因 那么 不是修这个 在中国呢 要修 五常 五轮 四为八可 你修这个因 可以升天 在佛家里面讲 你要修五戒十善 不杀身 不托刀 不邪影 不妄语 不两舌 不恶口 不鸡语 不贪 不撑 不吃 你修五戒十善 修到上品十善 那么修这个因 你可以升天 善因绝对有善 我恶因绝对有恶报 然后有说 学畜生 能够升天的道理 没有这个道理 这不是 升天的因 这也不是 臣服的因 他看错了 知见错误的 那什么叫做 烦恼主呢 用现代来讲 思想上的错误 思想有五种错误 贪心 称恨心 愚痴 傲慢 还有怀疑 贪嗔痴慢疑 这是 烦恼主 就是思想上的污染 那么见错跟烦恼主 两个合起来 就是见识烦恼 就是所谓心理的污染 精神上的污染 由于心理 精神上的污染 必然会影响我们生理方面 所以我们生活环境的污染 那个叫做 众生酌 众生酌就用现代话来讲 就是我们生活环境的污染 今天我们社会上 地球 他的 这个生态失去平衡 气候 反常 灾难 平反 这个都是水 众生酌 那命酌呢 就是 心 身里的污染 五酌 二是 这个二 就是十二 一切众生 不干好事 他身里的杀身 偷到 邪淫 头里面 照妄语 就是讲话 不实在 打妄语 欺骗别人 两舌 舌就是挑剥是非 让两方面的人不和 这是两舌 恶口就是讲话很粗鲁 骂三字经 一个字的 三个字的 还有五个字的 他们要听的心里很不舒服 奇语就是花言巧语 欺骗众生 你听这个人讲话很好听 每个人都喜欢听奇语很好听的 但是你再仔细去听 他有目的 这个是 奇语奇语众生 照这个口语 那意语呢 就是心里存的什么呢 贪 真 痴 慢 迷 到这个 这个叫做恶着 那么释迦牟尼佛他出现 补着恶是这时代 现不可思议 大智慧神通之地 现就是视线 视线不可思议的 大智慧 这一句是 我出现在世间 他做出一个榜样 给众生看 什么样的样子呢 大智慧的样子 我们现在讲 他要做老实 来做模范 为社会大众 做表率 为社会大众 做模范 他做榜样 在五浊二世 这乱世当中 佛来做一个好的榜样 所以一切诸佛看到 多赞叹 赞叹 释迦牟尼佛 在五浊二世 这么乱的一个时代 还能够做表率 做出好的榜样 神通之地 这四个字呢 是讲他 表现在外面 不可思议大智慧 这里面有智慧 他所表现的里面 一定有智慧 不是感情的 是智慧的 表现在外面 他用智慧帮助社会 帮助众生 说出他的能力之强 神通的通 这个通是通达 他没有一样不知道 世间一切人 一切事一切物 到你因我现象 种种的变化来弄去脉 他都知道 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 不能 这个叫做神通 所以神通的意思是 神起莫测 超过我们凡夫的知识 所以这个神通不是讲 像苏露宫 七十二遍 大闹偏风 不是讲这个神通 这个都搞错了 博样样都通达 换句说 在我们这个社会里面 种种的宜然杂症 佛没有一样不晓得 他有能力 来帮助我们 解决这些困难 调佛拉墙众生 维摩节居士 在佛 下来 四宪成佛 在印度 四宪成佛 那个时候有两尊佛 下来 一个 因为两尊佛 他不能同时 现两个佛的样子 一个是现居士的样子 叫维摩居士 维摩节居士 他说严无敌众生 刚强 难化 刚强就是 性格刚强 坚固的执着 对佛的教会很难相信 这是我们在现实的社会里面 常常会看到 盘式佛法 障碍佛法的教学 显示刚强 他不敢去研究佛法 佛法到底是什么 他也不知道 然后他就扣上 一个米信 就放在那边 不管他 不理不睬 他不知道佛法 是真正的道 真正能够解决 五拙恶 乐事里面所有的问题 墨后这四个字很了不起 知乎要喊 这四个字不容易说出来 众生苦 为什么会苦 众生希望得到乐 那为什么会求到 全世界的人 哪一个人不在 受苦 哪一个人不需求快乐 然后苦从哪里来 那又从哪里来 没有人知道 那么怎样才能离辅 怎样才能得乐 这些理论方法 也没有人知道 这个 释迦牟尼佛知道 所以他来帮助我们 如果我们想要离辅得乐 那么大乘佛法 他是一个很好的指引 来指导我们 来引导我们 佛法修行目标 就是教我们离辅得乐 祝佛对释迦牟尼佛的赞叹 是把国报放在前面 引起人家注意 这两段经文 如果心思灵敏的人 看到这段的经文 没有过含毛之处 我们想看看 谁开法会 一切祝佛都来参加 那谁看到 谁看到一切 诸佛赞叹 释迦牟尼佛 所有诸佛都赞叹 释迦牟尼佛 既然诸佛赞叹 释迦牟尼佛 那就代表 诸佛是互相赞叹的 他跟我们凡夫不一样 我们凡夫都是互相诽谤 前面说你怎样都好都好 背后就同意了 诸佛不会这样 都是互相赞叹的 诸佛赞叹释迦牟尼佛 佛佛道童 换句话说 只有诸佛如来才肯到 五着恶事来 这正是蒂藏菩萨的精神 蒂藏菩萨说 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呢 地狱最苦的 这些不安众生 不帮助他 谁来帮助呢 所以越是苦难的地方 佛不上去实现 那就越多 真的是越多 明明当中 都在帮助大家 过去金光老法师在全世界弘扬净 这么多年来在台湾在大陆 新加坡 马来西亚各地区 内国人时有所闻常常听到 在1999年96年在新加坡 佛教屈士林 屈士林是全东南亚 最大的一个屈士道场 他平常有一千多人在那边活动 法会当中有三十千人 这个林长林务员非常热心 一生都做义工 在道场里面做义工 很多念佛的同学们在灵命中之前 都会请 宾木员 林长 去帮他出面 帮他料理后事 老法师在新加坡那段期间 有一天他就问宾木员 你在你一生当中有没有看到有人站着我生的 他说有 在他在洪化团修食部的时候 新加坡万里 那边有一个人去世 礼物业 他们去 帮他诵经 立完经之后 王者的太太 那个时候 是八十几岁了 每天 他都来居士林 他来居士林穿什么衣服呢 穿海青 穿海青来的 他坐舰车也是穿海青 他为什么穿海青呢 因为李木云他们一帮人去帮他祝念 帮他诵经的时候看到他们都穿海青 昨年 他看得很羡慕 所以他自己 也去买了一件这个 海青 买回来之后呢 白天也穿 晚上睡觉也穿着睡觉 坐舰车到居士林也是 穿着海青 八十多岁的人穿的 黑妈妈的 所以别人看得很奇怪 别人看得很奇怪 奇怪你的奇怪 阿赵穿 然后他们看到 礼物园来帮他们诵经 看他们打牧鱼 打大青 他看得很羡慕 他也去买个大青 买一个牧鱼 回来 他也没有学法器 就乱教 反正有声音 反正他高兴就好 他就每天就这样子 敲法器 敲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早上六点多就念到八点多 这样子呢 念了一年多 他往生了 他媳妇呢 就到居士林来找 流务员帮忙 流务员问他 你家婆 他是不是有病 他是不是有心脏病 他说没有 我家婆很奇怪 自从我公公过世之后 他每天呢 从早上六点多念到八点多 我到巴萨 巴萨就是市场 7点到巴萨去买菜 回来的时候 一般都是念门的 然后呢 这一天呢 今天他从早上六点多 就一直念念到我去赛事场回来看到他 站在那边念佛 我就不理他 我就 到厨房里面去整理家里的事情 煮饭 煮午餐 到11点多 他出来了 整理好出来之后看到 他妈妈还在佛堂里面 他叫他没有音 仔细看了 他已经走了 站着往生 哇实在太厉害了 站着往生 站了四五个钟头 因为他早上满六点多念满面到他 他媳妇做完午餐11点多才看到 站在那边 因为他很瘦 八十几岁你说才 才不到 七十磅 大概三十几公斤 站着往生 非常稀有 从这个公案 我们就知道 八十几岁才开始念佛 也能不能陌生 这个就是信心 他具备 信 愿行 三之两 他就走了 所以这个法门 是无比的殊胜的 这段经文 我们可以看作 释迦文与佛事件在事件 讲经说法三百零贵 说法四十九年 的总当领 那么佛出现在事件做什么呢 就是做这个 诸佛赞叹 看释迦牟尼佛之后 各前事者问信是诸 这是礼貌 诸佛派出他的事者向释迦牟尼佛问候 这是礼节 也是做个榜样 给我们看 礼节 不可以废除 人如果没有礼 没有礼貌 的话 在这个世间 他们没有办法 逆除 但是现在人把这个礼节 疏忽了 什么都随便 什么都清菜 礼节疏忽了 很严重 你不要小看 你礼节疏忽了 什么都随便 你佛法修得再好 不报在哪里呢 我报不在人道 在 伯伴在鬼道 到后面经文 我们会跟诸位做报告 做鬼王的原因 你就晓得佛法修学得非常好 供高我们没有礼节感受的佛报 将来在鬼道 做鬼王 华言经里面讲的 他讲这个做世主里面的 气势坚主 气势坚主 就是说 做山神 做水神 做树神 这一类的走向这个地方去了 因为佛法 他建立在孝敬的基础上 诸位同修 劝道加拿 要觉悟 能够孝敬尊师的人 效仰富福尊敬老师的人 他会向着佛道走 会向着极乐世界走 如果这个意念没有 那么修学佛法 会走向鬼道 去做鬼王 你看一命之间而已 我报就不一样 更殊胜的人 会走向天道 如果孝敬尊师没有 不尊敬人 那么遇见天 色节天也没有份 必须要晓得 本经 主要就是提倡 孝道 提倡私道 提倡孝道 从事从道 这是本经的宗旨 如果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报告到这个地方 我们念十句 阿弥陀佛 十句地藏王无上 然后再回想 我们一起念佛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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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回向,我们这个回向是总回向 如果你要特别回向给你的冤亲在主 或者是你家里的人,或者是你的家亲眷属 或者是回向你的祖先 或者是你的信量更大 回向每节冤亲在主,回向给世界所有灾难 那你特别,我们回向完,你再特别回向 那么这个回向了,我念一句,大家念一句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敬土 上报是宠恩 下记山土 若有见闻者 若有见闻者 西巴菩提心 西巴菩提心 静止以报生 与世 同生结果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大量 详斗 砂甭 与世 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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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